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答我的问题 你现在不是NBCC的局长 是接受停职调查的嫌疑人 不想被进一步拷问的话 就在这里坦白吧 告诉我你见到的黑环的一切 但不是全部 B2004活动期间 你在黑环内失联 同期 NBCC内所有与你家所相连的禁闭者 多次发生暴走 同时 而且是全部 你做了什么 你的副官和禁闭者 都认定是你破坏了B2004 你怎么做到的 我们在现场只找到了一个男性禁闭者的残骸 她身上有过被深度侵蚀的痕迹 但侵蚀她的东西 已被强制剥离了 卓亚去了哪里 你所说的遗产又去了哪里 还是不肯说吗 这种态度会对你很不利 我们知道有一个地下组织 试图在城邦内制造黑环 第四城内最冷血的特务在盯着他们 不死不休 你得想清楚 越是对抗 你的嫌疑就越重 要是有人认为 你跟黑环背后的家伙 有什么联系 到时候审问你的人 可就不是我了 别端出你在管理局的那一套 现在是我在审问你 来谈谈FAC对环特别战斗部队N7小队队长编号零三六 你在上一轮审查中承认 自己受黑环影响精神混乱 误杀了零三六 这是你在所有的审查中最坦诚的回答 你向他的亲属表达歉意 我想这是个不错的切入口 接下来回答我们进一步调查时发现的问题 事件结果显示 零三六的致命伤是污染结晶穿刺心脏 现场调查和窗口分析都很清楚 那并不是他自己扑进尖刺中 很明显 事发突然 零三六站定在原地 被极具攻击性的环污染结晶刺穿了心脏 有什么操纵尖刺杀了他 解释一下吧 这种情况下 你为什么会说自己误杀了他 从你对他亲属的反应看来 你不像在包给别的真凶 那么是零三六为你挡枪了吗 还是说操控了欢污染刺穿他的人 就是你 说 你为什么能操控黑环内的污染 你说过 那是黑环的主人受害者才有的力量 那也只会让黑环单方面摧毁你的精神 你有什么能力反过来影响他 别找这种理由了 我们从FAC启动这个计划开始就一直关注你 我们知道你有巨大的风险 这次不过是小小的预警罢了 你跟黑环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跟受害者 跟那个遗产 跟黑环背后的势力有什么联系 回答我的问题 回答我的问题 你想说什么 你想说什么 我没想说什么 我没想到没有 就算是很难 再闹一眼 我一定会写到你 在家里是八个月 它肯定是一番好 有什么 在家里 都是八个月 最后 精神教我們 5一币 你 有什么 是 就在这里说 你还没坦白自己的一切 就妄想得到我们的信任 你 这种人才落到你们手里 真是抱天天物 结束这无聊的审查吧 从现在起 他是我的了 你好 新人 我叫兰丽 第九机关的负责人 是个特务 也是你要的 能画点事的人 我知道你瞒了不少东西 但不要紧 我喜欢你的提案 非常喜欢 事不宜迟 出发吧 去你想要的 现成的黑环